大家好,Pokeo.com今天将会为大家介绍英文文法 副词、子句、时间关系 副词、子句表达各种想法之间的关系 包含时间关系、英国关系、对比关系、条件关系 那你可以从这个统整的表格上面看到 副词、子句、转折词、连接词、记系词 都有英国关系、对比关系 那在副词、子句跟转折词、跟连接词上面有条件的关系 那除此之外呢,副词、子句还有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将针对副词、子句、时间的关系来做介绍 在介绍之前呢,我们要先讲解一下何谓子句 子句呢,包含了主词和动词的句子结构 举例来讲,Tim went too bad Tim是主词,went是动词 那这个句子也就是完整的独立子句 完整的独立子句呢,它可以独立的存在着 那副词、子句呢,它是重属子句 它既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也不可以独立的存在 那重属子句呢,必须要和独立子句来做联用 所以你看到because he was sleepy 你看到because就知道 哦,这个是重属子句 它不能自己单独的存在 它必须要跟Tim went too bad这两个句子连接在一起 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句子了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副词、子句的时间 刚刚看到表格当中我们一一会做介绍 请看一下after,之后,before,之前 那这要怎么使用呢? 一样,这个是重属子句哦 所以after he left 这个句子是不能单独的使用的 所以我必须要接一个独立子句 所以是主词I can,动词 那这样我两个句子做衔接的时候 那就成一个完整的句子了 那在这边呢,如果你要衔接的时候呢 这中间必须要记得要斗点哦 那在翻译的部分呢 我们表一二三 翻译的时候呢 he left,他离开 之后,after,是第二个翻译的之后 然后最后翻译是 我来了 所以他离开之后我来 这样翻译顺序才是对的哦 相对性呢,after把它聚首 我也可以把它聚中 所以呢,I will come after he leaves 一样,翻译的方式是一样的 他离开he leaves 之后我将会来 I will come 所以这翻译句子是比较不一样 所以要记得翻译的顺序哦 否则呢,可能在理解上面会有一段落差 再来呢,一样 before跟after的用法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那翻译句子呢,也一样 he left,他离开 之前我来了 所以呢,我有重熟子句 我有独立的子句 那我中间记得要加逗蝶哦 那这个句子就完整了 接着一样我可以把它摆在句中 I will come before he leaves 他离开之前我来了 所以呢,一样 把它聚首或者是聚中 都是可以被使用的 只是要特别注意的是 翻译的方式 有点不太一样哦 再来接下来 when在那个时间点 当 那各种时事表达不同时间关系 比如说呢,看到标示蓝色的部分呢 也就是我们的时态的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句 when I arrived 这边使用过去式 he was reading at home 他呢,这里使用过去进行式 他正在家里读书 所以当我抵达的时候 他正在家里阅读哦 所以这里我都使用过去式 配过去进行式 那when I got there 这里用过去式 he had already left 这是过去完成式 因为呢 当我抵达那的时候 他已经在我之前就已经离开了 所以我使用到了过去完成式 那接下来句子呢 he began to rain I stood under a tree 过去配过去 when I was in Japan I visited my friend 过去 一样配过去哦 所以时代上面呢 基本上要思考一下 大部分过去式会配过去式 或过去式配过去进行式 那有可能过去配式 配什么 过去完成式 那再来 when I see her tomorrow I will answer 当我明天看到他的时候 我使用现在式 那我会问他哦 那这边我们使用的是未来式 所以有可能现在配未来 有可能现在配现在 有可能现在进行式 配现在进行式 所以呢 会员的话 他基本上要搭配不同的时代 就看你要表达的是 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了 好 接着介绍的是 while us 在那段时间 当那个时候 所以这里特别强调是 在那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哦 那最常用其实式 进行式是最多的 while I was walking home it began to rain 当我在走路回家那段时间呢 他开始下雨了 那因为呢 这是发生在过去的时候 那因为我走路需要时间嘛 所以我使用了过去进行式 那呢 开始下雨 我使用了过去式 那while跟as 都是可以互相替用的 所以as I was walking home it began to rain 所以这是同样的意思哦 都是特别强调 在那一段时间 当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 再来by the time 某事比另外一件事情 更早完成 好我们看一下例句一 by the time he arrived we had already left 这里呢 所要描述的是过去 那主要的子句呢 就要使用过去完成式 那这里使用是过去式 所以他抵达的时候 我们已经离开了 所以你要比过去 还要更过去的时间点 你就离开 所以这里要使用过去完成式 那第一个例句呢 by the time he comes 在使用的是现在式 因为你要描述的是未来 所以你这边要使用现在式 we will have already left 这里呢 因为是要描述未来 所以主要的子句呢 就要使用未来完成式 所以他来的时候呢 我们将会离开 所以这里呢 比较注意的是 他的时态上面的用法 所以要特别记一下哦 看你是要针对描述的是过去 还是描述的是未来 接着since 在那个时间点到现在 或者是自从 那主要词句要用使用什么 现在完成式哦 所以你看例句 I haven't talked to him since he left this morning 自从他早上 这个早上离开 过去式离开呢 我从那个时间点到现在 我都没有跟他说话 所以这要使用现在完成式 I haven't talked to him 那这里呢 你是看到了 我叫了一个ever 所以I have met her ever since I was a child 这里ever是要做 加强语气使用的 所以呢 我呢 遇见他 自从我是小时候 代表呢 从过去到现在呢 我都有遇到他哦 好 再来until til到那个时间点为止 直到 所以呢 这边的话呢 你看一下哦 he stayed in the company until he finished his work 他呢 待在公司 那他是过去式嘛 对不对 他待在公司 直到他 也是一样 过去的时候 完成他的工作 所以until呢 一样 我要显示的是什么 一个独立的词句 再加上重书词句哦 那这边呢 until跟til 好这里tio呢 大部分是用在口语上面哦 不会用于正式英文上面 所以你在使用在写著上面的时候呢 请使用until 不要用tio咯 he stayed in the company til he finished his work 这用法是一样的 他待在公司 直到他完成他的工作 接着 as soon as once 当某事发生时 另外一件事情呢 是紧接着发生 所以一怎样 就怎么样 所以呢 as soon as it stops raining they will leave 只要呢 当雨停下来呢 他们呢 就会离开 所以呢 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另外一件事情 就会接着发生 所以 雨一停 他们就会离开了 呀 as soon as呢 跟once是一样的用法 所以呢 这两个可以当作替换用 当然写作的时候呢 被越多的 副词指句的那些连接词呢 对你越有利 因为呢 你可以做交替使用 所以当你句子 有使用到as soon as的时候 你如果又遇到 同样要使用 同样的手法的时候 你可以用once来做代替 所以 once it stops raining they will leave 当呢 雨停了 他们就会离开了 接着呢 as long as so long as 在从头至尾的 整段时间 只要 好 看一下例句哦 Andy will never speak to her again as long as he leaves Andy呢 将不会再跟他说话了 只要 代表从那个时间点到结束 只要他还活着的时间 他都不会跟他说话 所以呢 as long as 代我们翻译比较简单 是只要 但你要知道意思是 从那个时间点开始到结束 这段时间 他都不会跟他讲话的 所以呢 这相对性的 Andy will never speak to her again so long as he leaves 所以这里 as long as 跟 so long as 两个可以做替换使用 用法是一模一样的哦 接着 whenever every time 每次 whenever Andy sees her he says hello 每次呢只要Andy看到他呢 他都会say hello 所以这边呢 一样 我的whenever跟every time 这两个都可以替代的 所以every time Andy sees her 都有点 he says hello 所以呢 我有重属词句 我也有独立的词句 你要记得哦 要两个词句 重属词句跟独立的词句 结合在一起 才能够完整的句子存在 好 最后呢 引导附词词句的字词 the first time second time third time last time last tim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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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time 好 看一下例句咯 the first time that Andy went to Japan he went to a temple 这里呢 the first time 他引导后面的词句 所以late可以被省略掉了 但是后面的词句 一样 我需要主词跟动词 Andy went to Japan Andy去日本 第一次Andy去日本 逗点 一样 我需要独立的词句 he went to a temple 他去了寺庙 所以呢 一样的 我可以把它摆在句中 I saw the opera house 我看见了 歌剧院 the last time that I went to Australia 那最后一次呢 我去澳洲 所以这里一样 late可以省略后面 但是记得后面 要接主词加动词 那前面呢 可以接独立的词句 以上呢 我们针对副词词句 的时间关系来做讲解 所以呢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 请你在FB上面 可以留言 那我们呢 可以来为您讲解跟解答 以上呢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再继续收看 poco.com 并且订阅哦 谢谢大家 我可以订阅一下 我可以订阅一下 我可以订阅一下